我们将要到达的是负运线 看到了吗 这个最边边上的有个负运线 但是我们还要往这边走 它这个地球上面没有标识出来 我们即将要到达的是可可托海 在负运线再往这边走一点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 这边呢是阿尔泰山 看这个山就是阿尔泰山 这个地方呢 它是不是离边地线就特别近了 对很近了 那这是阿尔泰山 它又被称为是金山 盛产黄金 宝石 珠宝 海岚 各种水晶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宝石之山 那这个的话 因为我们明天就能见到 所以明天呢 会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一个介绍 新疆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南疆和北疆 有 那怎么划分的呢 很简单 你们很聪明 一百分 天山山脉为界 天山以北的地方是北疆 天山以南的地方呢 这地方呢就是什么呀 南疆地区 那我们此趟行程当中 我们有会去到南疆吗 我们有会去到南疆 因为后面的话呢 我们将会到达这里 河定 我们也会到达这个巴恩布鲁克 天鹅湖自然保护区 然后我们将会在河硕 看这是属于南疆地区了 坐火车回到乌鲁木齐 就是我们要这样子绕一大圈 这样子过来 那后面我们每天走到哪里 我们再给大家去讲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山呢 是盛产黄金 然后海蓝宝石 还有各种矿产资源 有色金属的 那这个天山山脉 它是产什么的呢 它是药材之山 像著名的天山雪莲花 天山贝母 然后藏红花都产在我们这个什么呀 天山山脉 然后的话呢 就是南疆的昆仑山脉 你看这几个字 昆仑山脉 那昆仑山呢 在我们京江的南疆 南部 这个地方呢 是产和田玉的地方 所以我们三个山都是保障 那你发现了吗 在我们的三个山中间呢 它是加了两个盆地的 在阿尔泰山和天山脉之间 它加的是准格尔盆地 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准格尔盆地 看我们的首谱 乌鲁木齐 石盒子 武达齐 富康 乌苏 然后这些克拉玛伊 这些地方都位于准格尔盆地的边缘 然后呢 我们南疆也有一个很大的盆地 叫塔里木盆地 塔里木盆地 在两个盆地中间呢 它又有两个沙漠 那么这个准格尔盆地中间的沙漠呢 就是博尔班通古特沙漠 是我们现在路过的这个地方 这个沙漠 那南疆呢 它也有一个沙漠叫塔克拉玛干沙漠 意思是进得去出来 这个沙漠我们后面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看得到 看得到 所以的话呢 你看我们新疆虽然说它很大很大 但是它的整个地形呢 非常简单 简单呢 就是三山 看加两盆 三座大山 它扎了两个盆地 两个盆地中间呢 又各有两个沙漠 所以呢 非常的简单 甚至的话呢 我们可以套用一个字来概括它 这个字呢 就是我们新疆的疆字 你们会写吗 知道怎么写吗 新疆的疆字 对来 哎对 这上面有看 可以直接用这个字来概括 整个新疆的地形图 左边的这个宫呢 就代表了我们新疆啊 呃就是绵延 五千六百多公里的边境线 我们新疆呢 外接八省内连 外接八国内连三省 是我们大陆地区和周边国家 接壤最多的省份啊 最多的省和八个国家相接壤 那我们中间的这个土呢 就代表了我们新疆 166.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是我们新疆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啊 那我们右边的这个呢 就很简单了 你看这个江字 三横加两个田 意思呢就是三座大山加两个盆地 是不是非常简单 那整个的话呢 这个新疆你看 我们先看这边 三座山加两个盆地 就是我们新疆的一个什么样 地形图 所以下次大家再看到这个江字的时候呢 就知道了 哎 我们新疆的这个江字啊 刚好很好的概括了我们的整个地形 三座大山加两个盆地 好吧 那这个地图呢 我们后面啊 每走一天走到哪里 我呢都会给大家标清楚 我们今天从哪里走到哪里 这样的话呢 您心里也有个数 是吧 我们整个下来是不是 我们要从你看乌鲁木齐这里出发 然后到可可托海 然后到阿勒泰 然后到卡纳斯 你看卡纳斯回来之后 然后我们经过克拉玛地 然后乌尔河世界魔鬼城 到金河到果子沟 到伊宁市 到纳拉提草原 然后我们要翻越天山山脉 到这个巴远布鲁克草原 然后走这个图鲁木路的一段 然后到这个库尔勒 然后到燕吉 到这个河索再回来 那整个是这样一大天 但是你发现了吗 我们虽然走这么长时间 我们用11天的时间 但是我们还只是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看吧 是不是 我们只是从这里 然后这样绕了一圈 然后到这又回来了而已 那你看 如果你要走完的话 你要走多少时间 你这一点点路程你走了11天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新疆的旅游的话 真的 你要想全部把它走完的话 我觉得至少 至少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你才能够走完 要不然的话你整个是走不完的 那好 我们接下来呢 看完地图了之后呢 我们就实地的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一望无际的这个沙漠 我们中国面积最大的布定半国定沙漠 古尔半普特沙漠 面积呢 是4.88万平方公里 4.88万平方公里 是不是比你们还大 这一个沙漠比你们台湾省还要大 那在这里的话呢 它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什么绿色的植物 像我们路边这一晃就过去了 这个右边这个看到了吗 这个叫索索 你们有没有用支付宝呀 没有用哦 那我们其他大陆地区人在用支付宝的话呢 他们在支付宝上面种树 就是模拟这个种树 种的就是这个索索 哎对 它叫索索 是一种长在沙壁滩和沙漠地区的一种什么样 干旱的植物 如果把它移到东北的黑土地 能不能长呢 不能长 它就适合长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在这个索索的根部 它的根部啊 寄生了一个中药 叫什么呢 叫肉丛绒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呢 对 肉丛绒它是一种寄生的植物 就寄生在这个索索的根部 但不是每一颗索索 它的根部都有这种植物的啊 都有这个中药的 那肉丛绒呢 从它的这个名字上面可以听得出来啊 它为什么叫肉丛绒 首先肉 是因为它确实长得什么呀 肉肉的 然后看起来就是肉很多的样子 是一个就跟我们这个话筒这样竖起来的啊 就这样长出来的 这样一根这样长出来 一根弄 是这样的 然后呢 为什么叫从容呢 因为它的药性呢 不是很热 然后呢 也不是什么呀 很凉 它是属于什么温和性的 所以叫从容啊 所以呢 合起来就叫肉从容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日本人特别喜欢助助养生对吧 那日本人就特别喜欢什么呀 若从容这一位中药 它有什么功效呢 就是最好的是什么呢 补肾气的 然后补阳气的 像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 我们的精气神就会消耗掉了 那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脱发呀 掉发呀 牙齿松动呀 耳鸣呀 然后睡眠不好呀等等 所以的话呢 我们本地的很多人啊 也会去拿这个肉从容来煲汤 或者是泡酒 把它切片泡茶等等 也会喝的比较多 这个肉从容还有一个什么呀 传说 跟一代天骄陈基斯汉有关系 陈基斯汉大家知道吗 大部分人是知道的啊 他当年呢 在统一整个蒙古高原的时候呢 他太点被他的好朋友呢 干什么呀 就杀害了 但是当时上天呢 就派了一个天使 然后变成了一个马 这个马呢变成天马 来到他的跟前 然后呢 就把这个精血全部都摄入到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索索的根部 然后后面呢 就长出来了 这个什么呀 肉从容 他们吃了这个肉从容之后呢 然后呢 就长得什么呀 飙飙飙飞马状的 然后是这么来的啊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窗外 大家会看到这个景色很漂亮了 是不是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周围的这个山坡呢 都是红红的颜色 然后有红的 有白色的 那个白色的是什么呢 是盐碱 对是盐碱 为什么我们这个羊肉那么好吃呢 因为我们新疆的这个土壤啊 你看大部分都是盐碱地 这个盐碱上面生产出来的木草 羊吃了之后呢 它就可以中和羊身上的那个山味 那个山味 而且大家知道 你看我们人要喝弱碱性的水 这个大家知道吧 弱碱性的水喝了之后 对我们人体是非常好的 它可以中和我们人体的自由基 而延缓衰老门的 我们南疆为什么 南疆那个风沙 恶劣的地方 为什么是长寿之乡 因为我们喝的水是什么呀 碱性的水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羊肉牛肉 为什么这么好吃 因为我们的土壤 大部分都是碱性的 所以的话呢 你看到那个白色的是盐碱 对 那么这个红的是什么呢 还有黑色的 像烧焦的一样啊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名字叫火烧山 火烧山 就跟它的这个形态呢 是一模一样的 那它真的是被火烧过的吗 为什么会这个颜色呢啊 在这里的话 你可以看到一些大型的工厂啊 这大型的工厂 像这个的话呢 它是什么呀 就是那个发电 就是发电的 因为我们这边有什么呢 有煤 这个地底下呢 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煤 还有石油和天然气 像这种的话呢 一般是什么呀 用煤炭来发电的啊 煤炭来发电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 叫五彩湾啊 五彩湾就是我们刚才在地头上见到了 它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有油 有石油 有天然气 有煤炭资源 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位于咱们这个整个尔坦地的边缘 咱们这个沙漠啊 沙漠里面啊 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火烧山呢 那一会呢我们还会可以看到啊 是因为呢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地底下呢 它埋长的非常丰富的煤 大约在十几万年以前呢 那个时候咱们整个地球的温度呢 是非常高的 然后呢我们这个煤层呢 它埋的又特别的浅 那么温度特别高 那煤层埋的又特别浅 然后呢 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在闪电的时候 或者是在某一些特定的时候呢 它就产生了什么呀 火 火呢就自然了 那整个煤呢 全部都燃烧了 一片什么呀 熊熊的烈焰 烧完了之后呢 这个地壳呢 就发生了变化 然后地底下的这个煤 就是这个渣 烧完的这个渣呢 它就被移到地表上来了 所以您看到的这个呢 它的全名叫火烧盐 它是真的被火烧过的 大约在十几万年以前 它以前真的是煤炭 但是它后来被火烧过了 所以呢 它你仔细去看 它会像我们盖房子用的那个砖块 你有见过吗 是碎碎的那个砖块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有一些黑色的 也是因为它被烧过了 所以就形成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状态 所以呢 它就叫什么呀 火烧山 就是因为十几万年以前 我们地表的煤层发生自然 然后形成的 那么这个景观叫火烧山 我们后面呢 会有去参观到一个景点 叫五彩滩 当然那个的话 跟这个形成原因是不同的 那个是因为它里面 还有个矿物成分不同 所以幻化出五种 不一样的这个颜色 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那么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我们的五彩湾 油田 五彩湾油气田 特别的多 特别的多 所以呢 有人说上天是公平的 给了我们大陆 其他的地方是青山绿水 但是给了我们新疆 一万五季的隔壁湾的同时呢 又给了我们什么呀 石油 天然气 还有煤炭等等 是这些资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